近日导演冯小刚发布手机2开拍消息后 曾经的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搬出了多年的恩怨 公开侮辱对方冯小刚刘振云是渣子 5月27日崔永元又在微博发文 讽刺刘振云女儿刘雨林不要脸火得更快 她配了一张之前媒体采访刘雨林的截图 新闻标题为 刘振云女儿我爸教我不要脸 李安教我不要着急 崔永元则配文你爸这个快李安那个慢 来讽刺刘振云不要脸 自手机2开拍的消息传出 崔永元与导演冯小刚 编具刘振云的矛盾旧闻就被人掀起 原来手机曾拍成电视剧和电影 而冯小刚执导的电影版手机中 友谊说一的主持人严守一 被网友认为脱胎于崔永元 电影中的严守一作为谈话节目主持人 曾经出轨后来还患上了抑郁症 这引起网友对号入座 认为严守一就是崔永元的故事化角色 崔永元透露得知手机2的开拍后 曾与刘振云沟通并擅出与编剧刘振云短信截图 后者告诉他新电影并不是手机的续集 而是重点讲微信朋友圈 且片名定为朋友圈 然而后来的开拍消息 却以手机2的片名进行宣传 为此崔永元曾公开发文称 冯小刚就是渣子 目前冯小刚刘振云等方面并未正面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